检验了人民解放军机械化部队 在信息化条件下 诸兵种协同作战 跨区快速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作为地面主要作战力量的济南军区某机部旅 是我军改制换装的第一支轻型机械化步兵旅 他们千里机动数千人 近千台装备 远距离跨区演练 这在机部旅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演习部队是一路走 一路打一路防 在完全陌生的地面对着陌生的对手 采取无敌案背靠背联合作战 我在机部里工作了28年 像这种主性形式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30年来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 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三打三防训练 到80年代的合同战役战术训练 从90年代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 局部战争为目标的训练 到新世纪新阶段以打赢信息化战争 为目标的训练 上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的人民军队 开始了向建设信息化军队的转型 几地化 模拟化 网练化训练已经成为我军军事训练的重要途径 这几年呢 智慧手段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速度明显提高 武器装备信息化的含量也在不断提升 如今 在蓝天 在大海 在深山密林的导弹阵地 在长城内外的千百个演兵场 人民解放军通过一场场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稳步提升 与此同时 我军人才战略工程也稳步实施 一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 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新型军事人才脱颖而出 目前 全军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95%以上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空军一线飞行员全部具有大学学历 海军一线舰长百分之百毕业于专业院校 第二炮兵的技术军官几乎都具有学士以上学位 全军已拥有博士硕士三万多名 在过去三十年间 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 从自成体系到三军联勤 从自我保障到社会化保障 武器装备建设 已在一代代国防科研战线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不断升级换代 随着一批新型信息化作战平台 精确制导弹药 电子对抗装备 陆续装备部队 我军的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 三十年探索创新 三十年历经图治 人民解放军在改革中发展 在发展中壮大 卫生部在深入开展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以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现卫生事业科学发展为实践载体 明确三个着力点 促进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卫生部围绕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指导思想 提出要明确三个着力点 即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 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和党员干部党姓党风党技方面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医药卫生体制机制 提高促进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能力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卫生工作的各个方面 着眼实际 卫生部提出 目前卫生系统要边学边改 切实解决影响制约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问题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着力解决卫生工作和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和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二是着力解决卫生事业为谁发展 发展成果由谁享有和如何保障享有的问题 三是着力解决城乡和区域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卫生比较薄弱 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四是着力解决缺乏战略思维 全局意识不强 不能妥善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 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五是着力解决党员党性不强 理想信念不坚定 宗旨意识淡泊等问题 从茶社里的说书人 到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再到文化企业的经营者 74岁的善田芳 在改革开放这30年里 深深地感受着艺术的春天 家世博世天下世 最近出了几十年读书的善田芳 又多了一份心行的 做起了电视节目主持人 而回忆30年前 让他最难忘的 就是自己从下方的农村 重返舞台的情景 我重新又走进茶社 当听众见着我之后 热烈鼓掌 哎呀 善田芳回来了 善田芳回来了 而且这个听众吧 每天票一票都难求 我那年都45了 这个印象至今 我闭上眼睛都在眼前 虽然那时又能说评书了 但善田芳觉得 还是有劲使不出 让你到哪演出 你就得上哪去演出 让你演出多长时间 你就得演出多长时间 你这人呢 我就感觉到很受舒服 不久 善田芳在当地电台 录制了生平第一部广播评书 随唐演绎 没想到随着节目交换 这部评书让他的声音 从小茶社走进了千家万户 名气也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初 一家电视台找上门 请善田芳录制电视评书 这在当时的国内 还是头一次 伴随着演出的市场化 善田芳的评书之路 也越走越宽 不仅和同事到外地巡演 还经常去全国各地的 电台电视台录制评书 一小茶社装一二百人到头来 现在通过电台 通过电视 穿到千家万户 老百姓是越来越喜欢 所以他就有了生命力 1996年 退了修的善田芳 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化公司 现在已经与国内500多家电台合作 制作发行广播评书 最近他们又完成了国内第一部 动漫长篇评书 我过去怎么敢想象自己能成立公司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你有多大的本事 你就施展多大的本事 龙你就进大海 虎你就归深山 现在我们每一天都在工作 录完书录像 录完像主持节目 主持完节目 再接待其他的事情 忙不过来 有时候一工作忙起来 忘了自己70多岁了 觉得自己还挺年轻 第十四届世界地震工程大会 今天在北京召开 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0多名地震工程科学家 将对地震工程抗震设计和技术创新 展开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宇 出席开幕式 并代表中国政府致辞 世界地震工程大会始创于1956年 是国际地震工程领域 最具影响的世界性会议 50多年来首次在我国召开 汶川地震 印度洋地震海啸等破坏性地震 成为会议的关注热点 贵阳至广州的贵广铁路 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贵广铁路 甘塘江特大桥桥址 开工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出席开工动员大会 并为贵广铁路奠基 贵广铁路是铁路十一五规划的 重点项目 是一条客货兼固 以客为主 完善西部路网布局的快速铁路范线 全长857公里 沿线共设30个车站 属于双线电气化铁路 设计时速200公里 2014年建成通车后 将每天开行客车100队 每年货运量达到3500万吨 受中共中央委托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 今天向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五党派人士 通报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杜青林说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 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 是高举伟大旗帜 进一步团结凝聚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重要会议 是应对机遇挑战 进一步把党和国家事业 推向前进的重要会议 是部署三农工作 进一步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会议 是充分发扬民主 进一步推进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重要会议 统一战线要把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深刻领会中共中央 关于新形势下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决策部署 深刻领会胡锦涛同志 关于做好当前党和国家工作的科学分析和要求 杜青林指出 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武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把三农问题作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中之重 发挥参政议政优势 围绕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深入考察调研 积极建言献策 推动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完善和落实 作为特色产业 陕西苹果在走过了规模扩张的艰难历程后 从卖产品转变为卖品牌 眼下正值苹果开源销售季节 记者在陕西洛川看到 虽然国内外客商给出的市场收购价 已经比去年高出两三毛钱 可是当地的果农并没有急着要摘果销售 都完全成熟时候